小的给予支援吗 小的这样一周能给什么支援我在想 BM5来别人野区转一下 看小的是不是在野区 顺便找一些陈 那左边是要直接拿外塔 把布什打起来 趁着猛马还没有6吗 果然猛马还没有5局半 直接拿塔不用想了 谁敢TP过来 这个一套就倒了 那么看这边下面又死人了 拿到塔 先不管 下面应该是去抓 抓到了陈 再也还没出3位 有摔老没 睡了之后熊不能A了 方便熊卡位 其他人跟过来 下面是谁抄过来 TS抄过来 把宙斯干在那边抱一下 刚才这下是失败了 没有打成 我老反正 自A缠住了人品 nice 倒了 这边熊再继续追着A 熊应该先买了假腿 漂亮 又缠出来了 我老要倒了 我老要倒了 老大这个是小熊干客了 胡反 那么这边没人敢过来 猛马红血啊 非常nice 虽然落到下面的时候 但是上面晓得了人品 就先给假腿 给熊的这个打法 当然这打法是很流行的 并不是什么新打法 所以说你 实际上干的时候 还是靠熊 而不是靠你人 你人点的伤害 完全可以忽略啊 因为人没有留人计嘛 你留人还是靠熊 熊打开就才让你 完全可以走过去 把你这个 没有鞋子的这段速度 给弥补上去 这边下落 没探到服务 实际上面对有鹰的 这边应该插真眼的啊 因为可以 走过可以收一个鹰的钱 鹰的钱也是 够你一个眼钱了 中路宙斯来中 那么上路又要叛发团战 我老婆过来 想追杀古法 被上了一个DOT 那么这个大有没有 大杂来了 继续IA 古法虽然素材不错 这肯定就倒了 那这边的BM车套加速 也没什么用了 现在下落之旁 近代方明显占优 而上路呢 近代方也不占任何烈士 虽然刚才被一个DoubleQ 中路BM也是打得不错 一个二连 车加速 往野区走 找陈 陈现在只有一个宝宝 有点危险 这边过来 听到了琵琶琶声音 哦 小龙 小龙也是开了视野啊 一个大阵柱 A一下 斧子粘柱 但是要小心 回来管 陈那个大漂亮 这个大卡 时间非常好 踩一脚 继续追着 小猪 小心 宙斯赶过来 PG要悲剧了 龙骑变龙 过来追陈 但是明显被卡了一下 这边TSV过来A一下 我看下面的BM 没追上 反而是被 陈的小孩打跑了 有没有别人能补一刀 没有 这边又继续开战 TS跟龙 小德来卡 没打过缠绕 很可惜 再一下 好 缠住了DK 这边继续来追 能不能再打一个缠绕 没有 算了 DK这么耐 打不死 可必追那么远呢 终于买了鞋了 接着更换 这WQ赚的钱 上了舞蹈会 你把国防打退一次 别人不敢再过来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金卫 SK这边的一个班里斯的分析 他们办掉的是OK TH TB跟玉母蜘蛛 那么这个分析的话 我们看到 OK这英雄啊 也是为了 可以说这个凡人的英雄 并不一定说站住需要 基本上人都想办他 对方选他 觉得很麻烦 无论是保后期 保蜘蛛这样的人 还是怎么样 那么TH呢 潮汐仙手大 在52里面 也越来越受欢迎 所以反正他 他现在地位 基本上可以等同于 当年猛马了 真的有当年猛马的这个趋势 TP52里面没有削 这个不说了 蜘蛛 那么51里面超强 52里面略有削弱 当然我们说了 像这样的英雄 基本上办的都是 四宝一跟团控 SK可能对于 Light的发目 有点害怕 TP的发目 和玉母蜘蛛发目 但是你不可能 把所有发目都办掉 所以Light还是选了 一个中规中矩的这个DK 刮一刀 现在基本上 双方各打各前 没有什么大规模看看了 TK被小龙点 那么小龙实际上 也可以作为一个封野的 不是封野啊 开野的点 可以把别人视野 也去全开 而且呢 小龙可以利用这个远程 卡进城的小野怪 这边又是粘住 没有杀死 我们看一下 Louda金钱好了 Louda现在是小德 看不了Louda存了700多 我是Louda的视角 当然可以看了 这边BM晃 BM要出死灵术 那么机密力之用 谁怕死灵术呢 死灵龙不怕死灵术 都是死灵一家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为了开这个视野 拆开对方的眼睛 那么实际上 你看古把这样的人 我觉得蓝也抽不太干净 不过死灵术开路 恶心法师还是够的 A一下 站着高地猛A BM的爆弹还是不足 如果配上死灵术输出就不一样了 因为死灵术 BM想一个大阵柱 减速勾住之后 自己A的话伤害太低 所以说要依靠死灵术的这个 点燃啊 以及这个抽篮 BM又是指身 这个潜入虎穴啊 这边小银看到了陈 但是自己显然不能过来杀陈啊 这会杀陈无异于 这个羊入虎口啊 这个美女入男险 BM抓到这边 塔后面 好奔放啊 哎这个是干什么呢 这个点太奔放了 太明显了 不过还是明显没法 你的站位 踢住陈的一个奶也救不了你 一个既收掉 蒙青的人头 左边陈也不敢过来 再小怪 一个减速A一下 再A一下 也只能A一下 有没有网 没有网 中路这边也是开战 那么TS回手一个晕晕住了 没晕到陈 小嘴赶过来 那么下面是直接拿外塔了 点击手还是没有见到 最周边的这个陈的怪 出了一个手套 可能要出点击了 非常怀疑啊 一个记号血 那么 哎 陈直接被好像这么点了 一个斧子刮死了 你注意点血量啊 看这个斧子 好 陈不在 小德来 一巴掌拍拍缠绕 这个人品 周四怪一个记就倒了 周四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蓝 蓝180 应该够了 周四也是 现在还没有出那个 密码那个球啊 就出了一个配方 15分钟 这点闲有点惨 不过他也没有走中嘛 走的是边路 可以理解 这边小德双护腕 把血剩起来省得被别人一套秒 小德变熊也是加不少血的 如果配上护腕就更耐打了 别人既打不了你又打不了熊 那就要别人的悲剧的开始 三护腕的死银龙 这边的也是假血 还是点金呢 上面针下面甲 上龙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是假的 这边不去打钱 天方的线控很好 我们看到 这个线控到几方 一塔跟三塔跟二塔之间啊 这个地区是不太适合别人杠 因为别人这边一个眼就给封掉你 而且呢 金威的下路压力也觉得比较大 几次派人去杠克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啊 这边DK变龙了 变龙点小龙 上了窩窩 那么像最新的比赛呢 也是 死银龙 用的人越来越多 一开始是亚洲队用的比较多 现在连欧禄队都开始用了 减速 很可惜 宝宝不再不能打开铲场 否则 估计 DK死得多 我刚才暂停了一下 吓我一跳 昨天刷出了一大堆这个语言 语言 但是一般都是英文 没有那个 难懂的俄文 下了这个塔 有没有人救一下 对面还猫着一个 TS准备下来 先手一个晕 BM1晕 加号手晕 这个秒人应该是没有问题 TS杀不来了 谁敢过来 一个大阵住A一下 后手一个T接上 再A斧子挂上去 又来一个 一个G A一下 再也倒了 古法这塔没有反本 自己可能小命也要送 直接变成WQ 哎呀 不是WQ 但是也是一人死一次啊 这次亏了 丢了一塔丢两个人命 所以我说 近一方的人不要把 近一方的人想这么傻啊 SK你们低谷抓3D 抓3D 不可能一个BM裸奔过来 拿塔的 肯定旁边有埋伏 有间隙 那么近一方也是 在边也去插不着眼睛 这边盛中打一波野 BM的血还是一半多 我平和完中路 晓得继续要推吗 这边发散好像干什么 TX车到加速了 准备找机会杀人 蓝眼还比较冲突 出了经济法球 经济之球啊 哎 活力之球啊 经济之球我记得 我记得去旌旗之球啊 这边三个野怪 不过没有这个线收网 我觉得线收网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这个 人马的话 你很难踩得住人 你知道吧 人马很难踩得住人 这个很关键啊 中路我们看一下中路 BM加DK 那么Lens打前速度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 给Lens一个视角 以前二 看来视角出点睛了 没错啊 继续回到Lens的视角 Lens今天farm的不在状态啊 主要感觉Farm的 技艺性不够高啊 没有那个 奔放的感觉来下路